大家好,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分享的电影是《黑客帝国》第三部 在汉莫号男主昏迷不醒 而且隔壁也躺着被定毒男 附身到现实世界的倒霉男 男主为什么昏迷不醒 原来男主的仪式被困在另外一个躯离世界 所以大伙在局阵躯离世界也找不到他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功夫男要找黑鬼去见先知 先知一见到黑鬼他们得知男主的下落 所以找到乞丐男 该男知道黑鬼是来抓他的 所以卸尽所能摆脱了黑鬼的拘捕 因此乞丐男来到了纯洁的火车站 把拥有火车票的小罗里一家人载走 因为男主没有火车票 而且就打不过乞丐男 街上火车站就是鬼打枪的地方 如何跑都回到了原点 所以男主无法逃脱 另一边黑鬼他们只好找到乞丐男的长生处 地下酒吧 但是酒吧安保不给通过 所以黑鬼一群人只好杀出了一条血路 经过不断的打打杀杀 黑鬼一群人终于来到了头目面前 但头目放人的条件太过苛刻 黑鬼一群人无法谈下去了 所以只好跟他们打了起来 女主也找准机会 把枪瞄准了头目的头 这才谈判成功把男主救了 男主一回到局阵去离世界 就想找先知解开心中的疑惑 但先知只告诉男主 你自己清楚知道要做什么的 就这样男主疑惑的离开了 这时候购妇男护送小罗里回家时 发现不对劲 就像鬼片一样 灯一掌一掌的熄灭 他快速躲进了一间空屋 但是一瞬间的时间 就被病毒男发现 并把他们变成了病毒 解决完功夫男 病毒男又找到了先知 并把他也变成了病毒 有一群人在哈莫号 找到补充电视波的能源 准备接下来的战争 而西安的人民 商讨如何应对这次的危机 也集结所谓传物的士兵和志愿者 补充王能源的哈莫号 也在商讨 如何死回西安的路线 大伙决定走捷径 虽然危险 但能赶上拯救西安 此时男主出现提出一个要求 需要一辆太空船去机械城 大伙都觉得男主疯了 只有黑鬼和奈奥比 相信男主 他莫号起飞去西安 而男女主就就上奈奥比的太空船 准备飞向机器人的基地 机械城 但男女主驾驶的太空船 失去了动力 女主去引擎上查看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钉毒男附身的倒霉男 女主在挣扎中找到了机会 通知男主来救他 男主来到了时候 倒霉男已经挟持了女主 男主为了保护女主的安危 所以照着倒霉男的话去做 倒霉男得到了男主的枪 当倒霉男给男主致命了一击时 女主找到了机会把电源关了 男主躲过了一劫 但在扭打中 不幸被倒霉男弄下了眼睛 还打算给男主致命了一击时 男主竟然看到了倒霉男 并躲开了他的攻击 还反杀了他 而汉莫号在访航的时候 遇到了数千万只的八爪鱼 在小心翼翼的通过时 不小心摩擦到了飞铁 引来了数千万只八爪鱼的攻击 另一边西安的外城 也遭受到了电转机器人开了一个大洞 无数的八爪鱼开始向西安大肆破坏 机器士兵们奋力的反抗 但还是抵不过无数的八爪鱼 转地机器人继续转开西安中层的保护城 飞弹士兵们也奋力的摧毁 虽然士兵们食伤惨重 但还是把机器人成功的摧毁 与此同时 汉莫号在那奥比用超高驾驶技术 也差不多抵到了西安 当被八爪鱼封住了路口 幸好年轻的士兵成功把路口锁链破坏 汉莫号也刚好到达 发射出电磁波 成千上万的八爪鱼失去的动力 人类成功化解第一波的攻击 但在收视残局的时候 很快的机器人发起了第二波攻击 回关之后把船坊炸毁 暂时阻止机器人的攻击 而男女主来到了机器城 男主虽然吓了 当然能看到机器人的能量 跟着能量慢慢接近了机器人的主机 不过机器人发现了男女主 所以开始发起了攻击 女主只好听从男主的指挥 飞到阳光明媚的上空 无数的八爪鱼失去的动力坠毁 随后男女主的太空船 也失去了动力即将坠毁 但千句一发的时候 女主成功的启动了飞船 因为离高楼太近了 所以创下了大楼 女主很不幸的被水泥钢管插中 无法再陪男主走下去了 先行领了盒饭 男主只好用心眼慢慢来到了 操控一切事物的超级电脑面前 并跟她谈判 跟她姐姐举证病毒入侵的危机 换回西安和平的条件 男主谈判期间 八爪鱼已经杀进了人类最后的防线 但突然停下了行动 因为超级电脑知道自己 不解决病毒的问题 迟早一天也会完蛋 所以打印了男主 然后进入局阵的电线 就跟男主意识对接 男主一进到局阵 只见到成千上万的病毒男 后后病毒本体出现 一看到男主就开始神仙打架 打到天涯地洞 你来我往互相上下 已经达到了数百回合 男主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 病毒就转了个大圈 使出必杀一拳 成功击中的男主 随后男主失去了重心 病毒在使出牧业小礼 必杀祭之 表莲花把男主砸向了地面 还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坑 旁边的房屋瞬间变成了废楼 但男主还是用尽最后一口气 站了起来 还使用太极拳法 躲开了病毒的攻击 并使用八极拳 重重打向病毒 并飞到泥土里 病毒还是没倒下 一针扎地面跟着地震 然后扑向男主 再让全会会把男主打到 已经无法反抗 并把男主变成了病毒 得一样样的病毒 就已获得了胜利 没想到男主本体 突然变成了天使光芒 随后虚拟世界 被男主附生的病毒突然爆炸 成千上万的病毒也跟着爆炸 男主成功化解了 局阵虚拟世界的危机 超级电脑也履行了他的承诺 攻打西洋的机器人 全部撤退 最后现实和虚拟世界 恢复成以往的样子 看完这黑客帝国地散步的感觉 这套路很深啊 第一点 先知不设下这个局 人类无法跟机器人谈判 获得和平 第二点 男主不把特攻变成病毒 现实世界 希望人类就此绝灭 然后第三点 也值得我们反思 为了人世界到底会怎样 人类善用科技 还是机器人统治人类呢 所以记得要把这上部都看完哦 才懂得故事在讲述些什么